好 我們看131月 講到摩荷蘭去見那個 富蘭那加社 富蘭加社 前面這個 阿祈彼 它就是邪命的意思 但是另外我們如果講邪命外道的話 那麼多數是指墨且禮 但是它這裡只是普遍說是外道的意思而已 就是它 邪命外道可能就是統稱以一切邪見的外道 但是有時候邪命外道是專止摸且禮 富蘭加社是其中的 六四外道裡面的一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158月 我們參考一下 158月裡面這裡有講到六四外道 這裡有講到六四外道 那這個名字就是我們 因為它六四外道的名字有很多種 當然這是翻譯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參考 這個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經 105經 先禮問的 我們再翻回來 我們早上講 這個富蘭納到底是住在哪裡 如果照這本經來看 它在屁舍禮 但是有一些說它就住在王舍城那裡 那如果是它住在王舍城 那屁舍禮這邊 可能就好像佛陀有很多道場一樣 它不一定是住在哪裡 它可能也是各個道場去 那這裡就是變成它在 它在這個 它在從閣講堂旁邊不遠 因為它要去從閣講堂 那 那 舍衛城有兩個主要道場 一個是齊遠金色 一個是東遠金色 屁舍禮也有兩個主要道場 一個就是從閣講堂 一個就是安摩羅遠 大概這兩個 那從閣講堂是 最早有比丘尼的地方 就大愛道出家的地方 好 那它去見這個 佛陀之前 他想說佛陀的弟子 那麼他認識的人現在都在打坐 太早去了 所以就轉個身 應該在旁邊了 就去布蘭加社那邊 我們把這個六四外道稍微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 其實有些人對六四外道跟六派哲學也不太熟 那因為經文的翻譯很多種 我都用比較簡單的句法 阿富泊莫善女 阿富泊莫善女 阿齊多 富蘭娜 就是這裡的富蘭加社 阿富泊莫善女 阿齊多富蘭娜 阿富泊莫佛佛陀 莫且禮 一般講邪命外道是指莫且禮 但是他這裡的邪命是指所有的人 富蘭娜也是邪命 就是不正命的 莫且禮 悖皇上 阿富泊莫以 妳這個是四來的 蔡老吉 阿富泊第二 に 愛 大家会把他讲得比较不好 他的真意来自于就是他提倡比较就是说 我们先来讲一下好了 这个是唯乌论 这个叫做无因论 等一下后面会讲 众生亲近 染污 都没有因没有缘 他在无因论 这个泼湖斗是讲元素论 七元素的 莫切里是讲宿命论 时间到就解脱 最少讲六生 最多讲八千大节 也有讲八万四千大节 反正我们就讲六生就可以了 宿命论 但是这个大部分都是 这个是无我的 死了就没有的 富兰娜也有说没有后世的 但是他也说众生杂兰清净 没有因缘 等一下我再讲富兰娜 我现在讲到富兰娜 富兰加瑟 那大制度的龙书认为 所有的邪见里面 所有的邪见里面 这个危害最大 我现在就特别批评他了 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后来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造了三个无坚业 因为杀死了莲花色比丘尼 他一拳打死莲花色比丘尼 然后又破合合身 又出佛生选 那因为他一个人造了三个无坚业 佛陀受祭他七天后会到无坚业 他知道佛陀的忍耐 他就有一天就坐在门口这样 就一直想 一直想 就心里面忧愁一点 心里面很忧愁 因为提伯达多跟富罗纳 富兰娜的 不是富罗纳 富兰娜 就是布兰加色 你不要跟富罗纳牵杀在一起 一般叫做布兰加色 我们叫富兰娜 他后面就是富兰娜加色 有时候叫做富兰加色 他跟提伯达多的圣神算是好朋友 他就经过看看提伯达多 看提伯达多坐在那边忧愁 我说 你有什么心事吗 因为佛陀刚受计完他 七天后下地狱 而且是下无坚地狱 那么佛陀说谁会下地狱 就肯定会下地狱 这个提伯达多也知道 他就坐在那边 他不想相信 但是又觉得 好像又不能不相信 所以他就有一点点烦恼 那富兰加色走过去 因为他们两个很好 就说 你在烦恼什么 他说 那个 西达多 刚刚跟我受气 说我七天后会下地狱 这个富兰加色看了他一眼就说 我本来以为 整个四家族里面就你最聪明 想不到你跟他们一样笨 大概这个意思 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是记载在有布的皮纳也 不过有布的皮纳也有很多说法也会很夸张 然后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戏剧效果 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说 要不然你认为是怎么样 他说 这个富兰加色就 因为他们随身有时候会带一些水瓶 那个是桃烧的瓶子 就好像这个波子一样 就好像那个杯子一样 他那个是水瓶装水的 他就拿着水瓶往地上摔破 水瓶就破了 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个水瓶破了之后 没有人 也没有办法再让他 变成原来的水瓶 那么人死了之后 也是像这样 那么 这个水瓶破了之后 没有装水的功能 人死了之后 这个善坏掉了 没有受报的功能 帝博达多不相信 很想相信 他选择相信 为什么 相信了对他有好处 所以基督教有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造恶业的人 非常浅浅的相信 没有地狱 真的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造恶业的人浅浅的相信 没有地狱 提伯达多这个时候来讲 正是这样子 没有对他来讲是最好的 所以提伯达多后来 坚定的相信 因为他 因为他这样 佛陀受祭他断三根 就是说 因为他邪见 他认为没有夜报 邪命了 所以他最后连生起 忏悔 因为你如果相信夜报 你还会有忏悔 你会觉得 你担心 烦恼 你会觉得我做错 这个是忏悔心 忏就是 觉得自己做错 忏就是 对别人不好意思 那么 你 你还会有一点 还会有一点 心里面 因为做这件事 做错事 有一点点 这个不好 那么所以 佛陀有讲 惨跟愧 惨跟愧 惨是对自己 愧是对别人 愧对别人 不是忏悔 是惨跟愧 那么惨是 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愧是 愧对别人 看到别人会觉得 我照这个而言 我不好意思 就修 修 对自己 有惨有愧 所以佛陀说 所有的善法都跟 有惨有愧 同时聚取 所有的恶法都跟 无惨无愧 那么你最后断三根 就是无惨无愧的时候 就是你对于照恶业 没有一点点 没有一点惨愧 所以惨愧心是 是你善根的最后一道防线 你一旦没有了惨愧心 你就没有了 所以他以同 惨跟贵跟同时的善法是聚取的 那无惨无愧是跟所有的恶法聚取的 好 那这个时候 提伯达都相信 相信 相信这个 富兰娜说的 死了之后 其实 像杯子破了呀 哪来装水的功能 哪来受爆的功能 谁去受爆 要怎么样受爆 你不要装果汁也不行 你要装酒也不行 你要装毒药也不行 对不对 都没有 你要装甘露也不行 所以这个是 没有这种功用的 提伯达都相信了之后 坚定的相信 后来因为他这样 阿难听说 佛陀受祭提伯达都 七天后下跌 他很伤心 赶快去找佛陀 佛陀你一定有办法 你再救救提伯达都 佛陀说 假设提伯达都还有一点善根 那么我还可以救他 但现在 他 他已经断善根了 没办法救了 没办法救 但是听说最后 也记载说 后来 提伯达都深深陷入地 正在受苦的时候 正在受苦的时候 那么阿难一直劝他 要跟佛陀倡悔 这个时候他受苦到很严重 他要说南谋佛 那么讲到南谋就下地狱了 有这么一个说法 后来甚至就要传了传了传到说 后来他成佛叫做南谋 反正就是这样 这种我相信都是以后编的 然后又有说提伯达都 是故意来让释迦佛成佛的 他在地狱受三残热 这种 老实讲这样讲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就是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种是有不平安的说法 就是说 富兰娜加瑟这个人 大致都认识他是 六十二种邪界里面 第一邪界 就是把他推到最高 所以富兰娜加瑟 因为他跟 他跟佛教的因缘主要就是 跟提伯达都 提伯达都又破身 好 那这个是善若语是不定论 就华疑论 你说什么他都不决定 那这个是苦行离戏论 苦行的 修苦行可以解脱的 苦行离戏论 这样就很好记了 老实在那边记不起来 我都记阿富泊 莫善离 维吾无云元树宿命 不定 莫切离一般叫做邪命外道 一般把这个叫做邪命外道 那这个叫做顺势外道 这个叫做顺势外道 那有时候会把富兰娜叫做空间外道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他有很多种 反正就是不管是经跟律 记载的很复杂 到底谁讲什么道理 主张什么 有时候会很 很笼统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讲元树论 那元树论就是 有一些物质是没有坏的 七大元树 我们大概是 是这样 地水火风 苦乐命 那你没有办法 你真正的 真正的这些生命 没有办法被杀 富兰娜也提倡 我们讲这个 他主要是说 你清净跟染污都无云无远 众生可能清净 可能染污 那么 有可能生死 有可能解脱 但是这些都无云无远 无云无远 你没有方法 所以让他可以解脱 或是让他生死 没有 那么 主要是富兰娜这个 那这个是六师外道 有时候我们会把六师外道跟六派哲学混在一起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佛陀的时代 佛陀的时代 阿含经主要否定的对象 主要是六师外道 这是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 主要是针对六师外道的说法 提出他错误的 然后告诉大家正确的 那佛陀灭后大圣的时代 主要是大圣的时代 主要是大圣的时代 特别是龙树 初期大圣 初期大圣那个时代 主要针对的是六派哲学 那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六派哲学 六师外道都是反婆罗门的 六师外道都反婆罗门 六派哲学都是尊废陀的 这个是反废陀的 这个是反废陀的 反对废陀的 反对婆罗门的 所以他是沙门集团 他是沙门集团 六师外道都是沙门集团 包括佛教也是沙门集团里面 但是都是反对废陀的权威 是废陀 反对婆罗门的 那么 佛陀灭后大概500年 这是初期大圣前面那个现世段 龙树那个时代 他针对的对象 基本上都是六派哲学的多 六派哲学影响 影响这个 影响这个大圣比较大 我们叫六派哲学 六派哲学主要是 数论圣论 这个有 玄奘大师有翻译过来 经期时论 他们的理论 经期时论 这个是圣宗十句议论 在大圣帐里面有 那是圣宗十句议论 正礼于且 正礼于且另外一个是 弥漫差 会谈多 这个也很好记啊 记一下 一下子 多讲几次就记起来 弥漫差 废谈多 弥漫差的差是这样的样子 弥漫差 不知道什么写 没关系啦 废谈多 那正礼就是讲英明的 那么后来 后来陈那就是依正礼的英明 那么把他带入 那这种 这种是影响中观的多 这个是影响维世的多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六派哲学 六派哲学是尊废谱的 它是尊废谱的 尊重废谱的权威的 这个是反废谱的 不太一样 那这个 这个都比较哲学性 深奥的名相 讲了很多 类似像中论那一种 非常深奥的名相 那这个比较没有 这个有些种仪式 或是 没有那么复杂 他就是有我无我 佛陀凡讲的只要是有我无我 不正见不正命 只要是这样 不正见不正命 就是观念错误 行为错误 生活方式 依着错误的生活方式 然后他也是个修行团体 他们有些也持戒也修定 主要是这样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 大制作人 大制作人好像佛教里面 对富兰娜 你会看 对其他的外道讲的还不那么多 对富兰娜特别反感 这等一下我们看这也是 其他的也有 你看大制作人就讲他 六十二首邪见里面 就所有的外道里面他最坏 就糟糕 那也因为我相信是因为他跟 他也铸成提伯达多 死坏 然后 让提伯达多最后断三根 鼓励提伯达多造反 类似像这样 好我们接着看 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现在讲到六四外道 那后面 后面我们说在 那边 158月那边有六四外道的名字 但是他名字不一样 那没关系 我们讲到那边的时候再来讲 那如果照这样来看 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 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 住在辟舍里 但是也没关系 佛陀有时候也是到处住 那现在是在 辟舍离 崇格讲堂旁边 崇格讲堂是蛮有名的 大一道就在那里出家 所以这个 导师有一个出版社叫做崇格出版社 其实就取这个 那他说这个时候离居主 这个摩河南来 然后因为他本来要去佛陀那边 去崇格讲堂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太早 他们都在打坐 所以就绕到 布兰迦舍那边去 他来的时候 你看 这个外道也是 这个布兰迦舍外道众主 与五百外道 其实五百不是一个数 数量词不是 他就是很多的意思 你如果读法序披衣经 或是很多都是五百五百五百 后来我们会觉得 五百阿罗汉 结极经典是真的五百吗 五百可能是真的数目 但是因为 后来五百都 都比较就是 多数的概念就是五百 那并不是真的五百 那么以五百外道前后围绕 高声熙细 论说实数 就是像菜市场一样 大家很吵 那么就是大家在那边聊天 开玩笑 讲话 打闹 嬉闹打事这些 这个时候 富兰迦 因为富兰迦是 就是师父 他是 类似像里面 的这些外道里面的头 的师父 他很远的见到这个 离旧主的这个摩霍兰来 那可能就是他 摩霍兰在当地也是很有名声的 所以永远看到摩霍兰来 那 这个富兰迦就跟 这一些徒弟说 大家 大家安静 不要讲话 说努等莫兰 现在大家不要讲话 因为你看见努卫兰从那边来 现在大家不要再讲话 因为 释迦佛 他们都叫做曲坛 因为他也是沙门 他也是 这是佛陀时代有七大沙门团 这七大沙门团都是反婆罗门的 反废陀权威的 那么 其他的六师就叫做外道 佛教就叫内道 就分内外 这个时候 这些外道都叫佛陀叫做曲坛 曲坛是他的信 曲坛是他的信 释迦佛 释迦摩霓不是 不是佛的名字 释迦是种族的意思 释迦是他的种族 就好像我们是中华民族 或是什么汉族 或是阿美族 类似像这样 但是他种族的意思 摩尼是贤人的意思 释迦族的贤人 释迦族的贤人 圣者的意思 释迦摩尼 我们叫释迦摩尼佛 他的名字其实是曲坛 或是 乔达摩 翻译 大爱道也是一样 他们都信曲坛 然后他的名字是西达多 这个是信 这个是名 但是他习惯 他习惯生信 所以 他都会讲他曲坛 那有时候翻作乔达摩 有时候翻作乔达摩 那你会发现到 在经典里面习惯 外道称呼佛朵都叫做 沙门取坛 比沙门取坛 这个就是在讲佛 佛地址基本上都讲世尊 如果是地址基本上就讲世尊 沙门取坛 沙门取坛 基本上都是这样讲 那你说他这里就是 是沙门取坛的意思 好 这个布兰那加社 那么他看见摩尔南来 就说大家不要讲话了 那个沙门取坛的地址 叫做布兰那 那么在这个城里面 在辟野里 在广原城里面 比如说我们 是台中 在这个 台中市里面 他是最上的地址 就是最有名的啦 就是佛地址里面比较有名的啦 就好像舍卫城的 舍卫城谁是最有名 舍卫城就是须达多长者 那这个王舍城呢 迦兰陀长者 但是我们知道辟舍离里面最有名的 如果依大圣经典是谁 维摩杰居士 维摩杰长者 所以 这个 假设 假设我们照这个经来看 那么这个维摩杰很有可能是 摩河南转化过来的 如果看最上手 你看喔 你等一下看 看维摩杰怎么样 刺这些外道 看这一些 看这一些摩河南怎么刺这些忽然 那因为如果 因为你看维摩杰经 那么他说这个佛地址里面这些长者里面最为上手就是维摩杰嘛 但是你看这个 这个杂案经里面 在辟舍离 就是我们说上手的在家地址 上手的在家地址 优泼舍是谁 摩河南 我们看 所以 他说 此事沙门取堂白衣地址 就优泼舍里面 优泼舍里面 第一的 最为上手 辟舍离舟 在辟舍离舍这个里面 第一 所以这个让我想到维摩杰居士 维摩杰有很可能是 这个摩河南就转化过来的 就是他 大圣经典基本上 就是他会加一些戏剧情节 然后 就是会再加很多 然后 故事啊 点 辟语啦 来告诉你很多事 所以他讲 常乐极尽 有没有 你看 是不是像《维摩杰经》里面的 事有犯恨 事有妻子 禅修犯恨 什么的 他说 常乐极尽 赞叹极尽 因为他喜欢禅修 他喜欢禅修 就是他 虽然是在家人 但是过着出家人的生活 这摩河南 在家人过着出家人的生活 所以他说 因为大家很吵嘛 这个会给这个 辟舍离城里面 这个佛陀的上手地址 一个很不好的观念 就会觉得 你们这些五徒都这样 外道 就是 跟佛地址 跟这个 跟这个四孙的地址差很多 所以他就 知道这个摩河南一直来 叫大家都不要讲话 比手之意 极尽之重 事故能等应当极尽 他去到的地方 因为他当然去佛陀的地方 那些人都是 在禅修打坐的 那么都是极尽的 如果他 这些摩河南 今天到我们今天台湾的道场 我看他也不会欢喜 因为他到处 不只是唱 他还有那些宝宗鼓 还有花板的 我看他会起烦恼 怎么这么吵 真的 真的 如果摩河南今天来 我看 我看他也会摇头 但是这个不是外道 这个是佛教 因为他喜欢极尽 那我们的法会 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吵 真的 我一定要写个遗书 我死绝对不要给我做这个 我会死不瞑目 他说 这个时候摩河南就去到 这个 富兰娜那边 跟富兰娜共襄问讯 相畏绕以 雀作一面 你看这个 人家没有来他就很吵 人家一来他就不吵 这个叫产区 产区就是 你说的跟讲的不一样 讲的跟做的不一样 人前做的跟人后做的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产区 以求人意嘛 就是要 要给人家看的 人家不看 人家不知道你就不这么做了 这种就是 产区之意 与道相为 这个在遗教经里面 他很强调这个 就是你做的其实上是表面的 那不是真实的 是做给人家看的 不是实际上你这样做的 那这个就 失去意义 失去意义 我们有时候有一些 借持的也是这样 产区以求人意 真的 是做给人家看的 我有在持戒 这个其实意义不大 老实讲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富兰娜也是这样 好 我们看 你看这个 这个时候 他说 你看这个就是富兰娜 他强调的 但是 到底六四外道都强调些什么 那么你如果把所有 把所有经理论 这些 外道的之间全部集合起来 那你分类 你会发现到 很复杂 很复杂 你对不上来 这个经说这个是富兰娜说的 那个经说这个是默且里说的 那个经说这个是 是这个默且里说的 那这一部经又说这个是阿姨多说的 反正就 反正就很混乱了 那我们大概只是做大概的 分别 就是说 整理过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他这里讲到 无阴无远 富兰娜基本上是无阴论 是无阴论的 富兰娜是无阴论的 就是说 众生清静跟染污 其实是没有因缘的 他可能清静 可能染污 可能生死 可能解脱 但是他没有后世 死了没有那个受冒的后世 所以大部分是 世间四种政见都是针对六四外道说的 世间四种政见是针对六四外道说的 八不中道是针对六派哲学说的 多数啦 不完全是 那 这个是 四种政见是针对六四外道说的 没有业 没有善 没有恶 没有业 没有报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有反 没有圣 因为当时流行的就是这些观念 当时流行的观念 所以你要先去掉这些错误的观念 你这个观念不去掉 你的瓶子里面都装了垃圾 我怎么给你装甘露啊 那甘露会被污染啊 你那个里面那个没洗干净 我装造好的东西进去 混杂这个东西 你吃不到那个东西的味道 所以他你要先去掉这些邪见 你才有办法 得到证件 那也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富兰娜 他现在是 摩护兰去问 摩护兰去问这个 富兰加设 就富兰娜 他这里就是富兰娜加设 富兰娜 那我听说你常常为弟子这样说 现在是 现在是这个摩护兰去问富兰娜 我听说你常常为弟子这样说 无阴无缘众生有垢 就起烦恼了 无阴无缘众生亲近 就是众生心亲近 跟众生心烦恼 没有什么原因 佛法都是讲有阴有缘事先起 有阴有缘众生起烦恼 有阴有缘众生调伏烦恼 有阴有缘众生断除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讲的 但是富兰娜是说 没阴没缘众生起烦恼 无阴无缘众生不起烦恼 这个是没有因缘的 好 所以这个摩护兰就来问这个富兰娜 我听说你这样主张 你常常跟弟子这样交 而且是主张这样的 那么世间外面有这样在传 就是外面有这样在传 你是这样说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是你真的有这样说吗 还是外面的人 诽谤你的 你没有这样说 但是外面的人诽谤你的 就是说 你实际上没有这样说 那外面的人传 传到你是这样说的 就是外面的人诽谤你的 相悔之远 是世间的人编出来的 那么 他说 为是法 为非法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他要问的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说 无阴无远众生清净 无阴无远众生不清净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这样的说法到底是正确 还是不正确 那么阿含经里面的 法跟非法 其实就是政见跟邪见 正确的观念跟错的观念 金刚经里面的法上因此何况非法 其实 最初的法育经也是这个概念 比较没有什么哲学的概念 他就是说 善法你都不应该执着 何况你执着那个恶法 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来就讲得 讲得更深的一点 就哲学化去 基本上是这样 好 所以 为是法 为是非法 基本上呢 那这样讲 正确还是错误 你看 如果不是你说的 那你认为这样讲是正确 如果是你说的 那么 第一个是不是你说的 第二个 这么说到底是正确 还是不正确 那么 假设你真的这么说 他要问你 那这样 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 第三个 他要问 那么 如果你这么说 如果你 真的有这么说 那有 有这样的说法 你有没有听过 那有没有人因为这样来 问难你 就是来问 那你这样说 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就会来问难 像佛陀有很多人去问难 六四外道 都有人会去问难 那么六四外道 你看 六四外道 有地址会来问难佛陀 佛陀的地址 也会去问难六四外道 你看这个就是 佛陀地址去问生 六四外道的 那 他说 那么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因为这个问题 来跟你问难 那么 来认为你讲的不正确 所以 共论 难问 难问就是问难 贤责 贤责就是认为你 不认识道理 你讲的不对 你讲的不对 那么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这样 常常都是 你说你有理 我说我有理 你说我这个是结界 我说你那个是外道 反正都是这样 我认为是邪贱的 很多人也说我是外道 很多人也说我是邪贱 但是我认为你那个才是邪贱 就是会这样 常常都这样 那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 那我们对待这种事就是说 我们的目的不在破斥你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不在破斥外道 我们的目的在给众生 举出一条正确之道 那么通常有两种 一个叫做破写险阵 一个叫做险阵破写 一个叫做险阵破写 那么破写险阵是 我知道你错的 我否定掉你的错的 我主要在破斥你的错误 然后在告诉你正确的 那么险阵破写是 我最重要是要指出正确的道路 那么正确道路指出来 那么你不在这个里面 你竟然就是不是正确的吗 你不在这个里面 你就被排除到正的里面吗 那么破写基本上是 因为你所讲的都是错的 你所讲的是错的 所以我尽量再说明你错的在哪里 你这样是邪见 这样是邪见 这样不对 那既然你所有的都不对 那么 其他你没有说的 就是说 没有义也没有报 没有善没有恶 你这样讲是错的 没有阴没有缘是错的 那正的是什么 就是有阴有缘 就是这样 有阴有缘事件清晴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 但是佛法要比较没争论就是 你用险症自然破写就好了 你用破写要去险症就 就会比较 比较会有后遗症 因为他会被伤害 但是这个也会有 那 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像 像木剑脸 木剑脸正常去破除外道 而且他又有神通 外道又奈何不了他 最后还是被外道打死 基本上是这样 莲花色比丘尼会被提伯达多打死 莲花色比丘尼是神通第一 但是 神通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他也没有预测到 他的神通 他也没有天眼看到提伯达多会打死他 他没有 他为什么会被提伯达多打死 他就是要去破血 他去劝提伯达多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 提伯达多很生气 你谁呀 你算老几呀 一拳打过去就打死 真的 他就是这样 我们往底下看 就是佛法里面你会发现到 有不同的 就是怎么样来宣扬证件 那不管你怎么说总是有人反对你的 有人赞成你的 你就算说的不对 你就算说的不对 也有人赞成你的 你说的对 也有人反对你的 佛陀也很多人反对他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 富兰娜加授就 富兰娜加授就回答 回答这个摩托兰 他说 他说 他说真的有这样的说 说我实际上是这样说 这个不是 坊间 这是外面乱传的 忘传 不是 我实际上 真的这样说 有阴有缘 无阴无缘 众生清静 无阴无缘 众生烦恼 有够就烦恼 清静就没有烦恼 那么 实际上 我是这么说的 第二个 我这么说 是正确的 如法论 我这样说 是正确的 佛陀说 有阴有缘 那个才是不正确的 那个才是非法 那个是错误的 我这样说才是正确的 那么还没有 世间上 还没有人 因为这样 我这样说 来批评我 来问难我 然后 还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 所以 磨染大概是第一个 所以则磨染 我如是见 如是说 佛陀也这样讲 他说 我真的是 见到这个真理 我就这样讲 如是 无云无远 众生有够 无云无远 众生清静 他说我如是见 如是说 那佛陀比较 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 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说 如是跟如是 有时候也可以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就是 我这样知道 我就这样说 但是佛陀是如实 如其事实 我们看佛法里面 常常说 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说 佛陀是 不欲语者 不狂语者 如一者 失语者 如一者 失语者 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说 那这个 佛陀那他说 如是见 如是说 我这样知道 我就这样说 那么如实是如其事实 这个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 摩护兰闻这个富罗纳这样说 那心里面 就不欢喜了 不欢喜就怎么样 有一点点对他 态度不好 那这里讲的是喝吗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那这个 这个佛 这个 这个他号称是 辟里也中 辟舍里里面 佛陀在家弟子里面 最为上手 那怎么 这么没有修养 我会觉得 就好像说 人家 你问人家 人家说 你有没有真的这样讲 真的这样讲 没有错 他只是如此回答而已 你就开始骂人家 但是这个是 这不是真的 那个时候的情形 不假的 因为他 这是翻译的 如果说他这样就骂他 他不能称为 辟里也中 上手弟子 我们会觉得 上手弟子怎么会 如果我是上手弟子 我多少也要跟佛陀有点面子 怎么去到人家那边欺管 人家这样回答你 你还骂人家 这怎么样人家也是大师傅 这外道的头 对不对 你起码要尊重人家 如果我们现在这样讲 我们也不是批评这个磨难 但是这个翻译的 不晓得 反正我们就说 在讲到外道的时候 都会有点夸大 夸张 那就好像 外道很没素质 但是你这样讲 我们会觉得 佛弟子很没素质 还上手弟子 上手弟子 如果 如果你好称是 佛陀在台中的上手弟子 你出去也不敢随便骂人 对不对 这个名声都想登当 对不对 哪里是时候 去到他们家跟人家踢馆 踢馆还骂人家 就从座而去 向四尊手 头面礼族 却做一面 心不喜乐可能是有的啦 就是不认同啦 他不认同 但如果是上手弟子的话 不至于喝骂 不至于 我这个不是上手的 我都不会随便骂人家啦 那么如果是上手的 一般很有羞咬 照理讲 而且他 好乐极尽 有没有 好乐极尽 他基本上他不会 那种习惯性要骂人 不会喔 好乐极尽他是很安定的喔 好乐极尽的人是这样的 他不太爱讲话 何况骂人 真的好乐极尽啊 好 我们让我们底下看 那么 乙 那他后来因为时间到了 他只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先转到富兰价舍那边去 那么听到富兰价舍这样 他时间到了他就 不认同啦 不认同就是 也没有多说什么 照理讲应该是这样 没有多说什么 然后就转到佛陀这边啦 那就跟佛陀报告 他去富兰价舍那边 那么跟富兰价舍的对话 他问了富兰价舍 富兰价舍怎么答他 那么佛跟 因为他 这个摩洪南就跟佛陀报告 说富兰价舍是这么说的 富兰价舍告诉他 这样才是正确的 那佛就跟离居主的这个摩洪南 就跟摩洪南说 比富兰价 就富兰价舍 为粗意语 粗意就是 他不是 没有 没有 没有考虑过的 没有经过思考的 就随便说的 就是粗意语 不足迹 不值得我们去 在意 去解说 去解答 因为 他这个话是浮夸不实的 不实在的 也没有经过详细考虑的话 我们叫做随便说的 然后是说 他不是真的 他说他如是见如是说 其实他这个是随便说的 他不是真的经过详细考虑过的 我们叫做鲁莽的 我们叫做鲁莽的 随便说的 如是复然那 愚痴不变 他没有那个智慧 去辨明 也不善巧 那么 不善非因而做是说 那就是 他不是真的知道 然后是他真的有智慧 真的明白 真的见到是这个样子 不是的 那 所以他才这样讲 无因无缘众生有够 无因无缘众生勤进 不善非因就是 他没有办法很 善巧方便 就是有智慧的了解 什么叫做无因 什么叫做有因 什么叫做因 就是他不明白那个因跟缘 他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善巧方便 没有那个方法 也没有那个能量 没有那个能力 那么 所以他讲 无缘无缘众生有够 就是 无缘无缘 众生会起烦恼 没有因缘可受 众生不起烦恼 也没有因缘可受 那佛陀说 我们早上讲 那么众生会起烦恼是因为什么 跟尘世何而生处 跟无明相应 基本上就是 依佛法 依佛陀的说法 众生会起烦恼是因为 以无明跟贪爱为根本 直取境界 那这些境界是透过 六根感官面对这个世界直取 见色 纹身 鼻秀 舌肠 深处 异想 那么 你有苦有乐 那你直取 爱 爱烂 爱热 拦着 戏服 那你 因为这样起烦恼 那你怎样不起烦恼呢 一样反过来 你不爱热 不懒着 在六根面对六成的时候 你知道 这是什么 但是你不直取他 不在意他 不因为他 不因为他而心里面 那祈福不定 不会 那这个是有因有缘的 所以他告诉你 众生会苦 会起烦恼 因是什么 因是内在的 这个烦恼心 无明贪爱的直取心 原因是什么 这个不好的境界 或好的境界 那么 因有缘 你就什么 起烦恼 烦恼就起来了 你讲我 你骂我 那我的心分别 我的无明 我有我见我爱的前提下 因为你 讲我不好 对我不好 给我脸色看 所以我起了烦恼 有阴有缘 众生烦恼 其实这样的 佛陀 佛陀是这样来说的 但是不然那是 众生烦恼 无云无远 众生清静也无云无远 先下课